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快别哭了 我最见面的小娘子哭了 我都没哭 你哭什么呀 都怪我 都怪我不好 又不是你砍的我 怎么能怪你呢 可你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呀 对不起 说什么话呢 女子保护女子是天经地义的呀 别难过了 虽然可惜了我那身衣服 站吧 你实在过意不去 要不你送我一身新衣服怎么样 好 幸好 没有伤得很深 也没有伤到筋骨 这不是幸好 是我的本事 习武之人行走江湖 免不得会受伤 但这受伤也是有讲究的 每次都硬挨的那种人 可绝对活不到最后 要想成为真正的高手 就必须要先学会善败 就像我这一刀 我知道我非挨不可了 但是挨得多长多深 还是我说了算 冷姑娘 嗯 王爷说你的爷爷 是前中道极度史 是比刺史还要大很多很多的官 可你为什么还要行走江湖啊 我喜欢 冷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要不 你趴在我腿上 这样能舒服点 真没事 真的 你这虚道劲儿都快赶上萧锦梨了 萧将军 萧锦你刚才也没说什么呀 他才不会对我虚道呢 他的虚道都只冲着王爷一个人 芝麻大点的事都能被他虚道半天 王后你就知道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哦 捧在手心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花 那萧将军对王爷 可真好 王爷对萧将军也好 他们兄弟俩从小就不一样 王爷小的时候吧 身体温弱 性子也安静 可萧锦梨呢 就像个猴似的 成天上蹿下跳 有一回他们正在府里和花池边玩 萧锦梨一溜烟的功夫 就冲到树上去了 结果一不小心就掉进池子里了 王爷不会水 但连响都没响就跳进池里救他 还好那个时候 半夏姑姑及时听到声音 带人赶了过来 不然他们两兄弟都没命了 那公主一定狠狠罚了萧将军吧 罚她倒还是小事 那个时候是早春 水凉得很 王爷在水里受了寒 一直病到夏天才缓过来 公主揍了萧锦梨一顿 还让人把荷花池填平了 从那以后萧锦梨就老实多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受了惊吓 还是因为心怀愧疚 反正自打那以后啊 萧锦梨会王爷就护得特别紧 所以你没事 千万别惹萧锦梨了 我记住了 刘月 没事吧 要不我扶你 我没事 到地儿了 能动吗 我来扶你吧 我能动 你下去了 没事儿 没事儿 没事儿